哈囉大家好 我是好A 歡迎大家來到好A的頻道 今天這條視頻預計上映的時間會是在2023年的10月5號 也就是在大陸這邊 中秋國慶連續假期八天當中的倒數第二天 大家可能要慢慢的恢復到正常的生活啦 也就是說在外面玩的準備要回來 在工作的準備要放假幾天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 今天好A非常高興 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今年2023年 在蘇州參加海峽兩岸青年文化月認識的一個青年 他叫星達 他是一位導演 也是一位舞者 目前在南京這邊生活 我是非常喜歡他 也就是很欣賞的意思啦 也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的一個朋友 那接下來的話會跟他進行一個訪談 大家好我是好A 歡迎大家來到好A的頻道 那今天好A是參加2023年的第三屆海峽兩岸青年文化月 記得很清楚 馬上再過了一個小時左右 我們可能等一下就上台了 那好A旁邊這一位呢 是在廣州 這邊生活工作的一個 台灣的台灣的青年 那據好A所了解 他是小 廣州長大的南京工作 廣州長大的南京工作 據好A的了解 他是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二年級 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沒關係 對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就來大陸這邊讀書 讀是在廣州的本地學校 然後就學 是 老觀眾應該都知道我是怎麼樣子 但是我跟你講一下我自己的自身狀況 我是2015年 然後來到江蘇這邊工作的 然後參加兩年的台啟 到現在目前是8年的時間 其中有6年 就是我2015年 待到2017年的2月份 我就去北京了 然後北京待到現在6年左右 我是從2022年的1月30號開始做自媒體的博主 目前為止的就是有探店 你應該知道就探店 然後或者是說 我現在拿著台灣居民的身份證 台灣居民居住證去 在北京這邊的美團重包這邊送外賣 然後就是去拍攝我的一些生活紀錄 然後最近剛好有幸參加這個節目 然後剛好有更多的機會 可能認識台灣人 所以呢就想要找你跟大家聊一聊 你叫做星達 星達 星達 日個經的星到達達 然後大家都會叫我英文名叫星達 星達 好那我的想法就是說我們兩個人簡單聊的過程當中 我想要跟你聊是說你是當初是為什麼來這邊生活 然後你來這邊生活之後你的就學的過程 因為你是就學嘛 有的人是工作 你的就學的經歷 然後再來是你升學的過程 然後以及你對大陸這邊的了解 對 你對大陸的哪一個城市有特別的不同的回憶 或者是說無論是美景或者是美食 或者是人文風格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講 好 我媽媽是廣州人 對然後其實我是2005年的時候到大陸 因為當時是還小 小學二年級 然後因為我的外婆年紀大了 需要照顧 然後我外婆就我媽媽一個獨生女兒 因為這樣的這個關係我媽媽回去照顧她 那我不可能說就是從小就跟媽媽分開嘛 因為我爸爸也在廣州工作 他在廣東 他在東莞 然後我們家在廣州 大概中間大概一個小時的高鐵左右 對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距離 所以當時我不可能說從小我自己在台灣 然後我爸媽就在廣東 然後我又分開 所以就跟他們就回來 一開始回來說還蠻忐忑的 因為現在說我從小跟我媽媽長大 然後我會講廣東話 廣東話其實是我第一門學會的語言 我是先會廣州話 才會講普通話 過語 小時候在台灣的時候 你媽媽跟你講的就是講廣東話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在我幼稚園的時候 一開始還不太能 不太敢跟同學們交流 因為普通話一開始不太行 就是可能很多東西只能用廣東話來表達 所以對 可能大家可能覺得我講話還有一點點台灣腔 但其實 我是先學會廣州話才學會普通話 那是這樣的一個一個狀態 對然後當時其實在廣州就是回來之後就 就上上小學嘛 然後一開始讀的是私立的小學 後來我在小生初的時候我就蠻幸運的 廣州的一個考試的一個機制 然後我就考到了那個廣州五中作為那個我的初衷 然後初衷 然後廣州五中算是市一級的一個初衷 初衷三年是我人生中很努力的三年 因為其實我以前的學習成績一直不是很好 然後我其實來到大陸之後發現大家其實讀書很蠻拼的 對台灣也很拼了 但是可能以前在台灣就是比較愛玩 對然後到大陸之後因為人很多 但是中考那一年好像就有十幾萬 我覺得是十三萬 十二萬左右的一個考生在廣東 所以當時我就非常非常拼 然後就就是初中也去上補習班啊 然後自己學啊這樣 然後最後高中考到了廣州六中 六中是一個比五中更好一點的學校 對然後高三那年有一個港澳台聯考 你有聽過嗎 那港澳台聯考啊 對 呃我沒有聽過 嗯就是一般國內有高考嘛 然後還有一個港澳台聯考 那聯考其實主要針對在大陸的華僑 台灣香港和澳門的同胞這樣的一個考試 然後呢他的試卷呢其實並不比高考簡單 所以我是一直參加高考的模擬考啊高考的學習 我覺得聯考的難度其實不亞於高考 甚至比高考更難 嗯對因為他的很多題目 他還借鑒了一些港澳台的一些東西 就是比如數學 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 哦台灣的數學蠻難的 所以他其實有借鑒了一些數學 所以而且包括聯考他的文理是同卷的 就是數學文科生理科生都考一樣的卷 所以意味著文科生我是文科生嘛 所以數學就更難 當時高上就很拼很拼 然後最後就考到了南京大學 對那當時其實其實目標更遠大了 我覺得應該每一個學生他們都是目標清華北大 但是我差了也不是差一點 因為差蠻多還蠻厲害的其實也可以 對然後大學 大學其實也過得很開心 就是一開始其實我考南大的時候 媽媽還是有點反對了 大家可能知道廣州的人比較喜歡留在廣東 就可能比較不喜歡出廣東 出省 對對對他們的概念裡面有點 stereotype 就是覺得廣州以北都是北方 當時他們都說幹嘛去北方 南京沒有啊長江以南 他們是北方 他們說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都是他們就是北方 就是很外很遠 他們沒有來過 那當時他問我為什麼叫來南京 然後其實我想法有兩個 第一個是南大確實一個非常好的學校 第二個是南大他也有點一脈相承 因為他以前是第一南京以前是民國收視首都 也是六朝古都 那南京大學在那個時候呢 是叫國立中央大學 他當時是亞洲第一的大學 非常厲害超級大學 有很多學院 現在大家看到南京大學 東南大學什麼南京農業大學 都是從南大分 當年的國立中央大學分出去 所以他是個超級大學 然後再來就是南京 因為我歷史書上一直有學 但是一直沒有來過南京 而且我覺得台灣跟南京有一定的淵源 所以這個包括我以前的一些親家裡的親戚 也有是從大陸過去的 所以他們其實他們老一輩人 對南京也有 就是有一種情懷在那裡 那從小就有這種耳濡目染這樣的熏陶 所以他沒有來過 所以一直想來看看 但是廣東人就不這麼認為 覺得我廣東東南沿海 生活的很舒服 為什麼要去一個外省這樣子 所以當時因為這事情還跟我爸媽吵過頭的事 後來他們還是就是同意了 我就來南京 然後我可以說南大這四年 其實對我的幫助非常大 對我就舉一個例子就夠了 就是我是學新聞傳播學院嘛 然後我在大一的那時候 學校就給了我機會去指導導演 南京大學的官方宣傳片 嗯 對 所以我等於我在18歲那一年大一的時候 我就已經帶了40個人的劇組 拿著大設備去拍宣傳片 然後這個給了我在專業能力上 有非常大的幫助 大家如果就是大學四年 特別像傳媒這種應用學科 你如果只是永遠是讀書 只上談兵的話 你沒有去實操的話 當你進到社會 其實你的門檻 你所面臨的東西挑戰會很大 嗯 對像我剛畢業那會兒 我就有去面試過一些公司 他們第一句話問你的是 哎你有作品機嗎 他們其實在意點 並不是說你一下子你 學分機多少哪個大學 他們更重要看照你的作品機 所以這個東西是南大 給到了我這個 這個 我很感謝這一點 所以我大學從大一開始 一直到我今年 就畢業三年了 連續七年 都是南京大學 宣傳片的導演 然後幫他們指導過很多 包括去年是南京大學的 建校120週年 我還是他們整個晚會的總導演 所以其實我就是有很多這樣的 一個實操的經歷 對 所以其實還蠻開心的 大學期間我還去了 美國交換的一段時間 那個也 對我幫助影響也蠻大 就是算是在外國的土壤去 看看他們的一個教學模式 更好的去 對自己專業進行一個提升 我畢業那年是 2020年 就是剛回台灣過完年 疫情就開始 那時候我 我甚至沒有畢業典禮 我等於說 從一月份回去過年 結果一直到六月份才回來 那時候疫情嘛 也不好我不好我回來 然後也要隔離啊什麼 等於說哇 我突然間就畢業了 沒有任何疑似感 為畢業了 就直接要面對社會了 那我是要讀研 考研還是說出國讀書 有想過出國讀書 但是當時因為疫情也不好弄 而且 這怎麼說呢 就是 就是 你為了出國讀書 而去讀書也不是一個好事 你真的你要選擇是你要什麼 你要選擇是你怎麼樣把專業 跟你的工作對口 而不是說我害怕工作就出國讀書 這樣其實也是很浪費時間 浪費金錢的一個事情 然後當時想了很久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大學有幾個重要點 一個是他給了我實踐的機會 第二個是大學他給了我一個也是我這輩子可能最重要的一個事情就是 人脈他給了我很多很好的朋友很好的資源 所以我在畢業的時候 我馬上就是籌集到了都是我大學的朋友 學長學弟都有 然後我就牽頭開了這個街舞工作室 在舞蹈Dance Island 打個小廣告 大家在那裡 舞蹈Dance Island 對 島還是島嶼的島 所以剛好諧音 你到時候你可以把你們的宣傳的一些海報發給我 然後就是剛你在講的那段 可以啊可以啊 我還有宣傳片都有 這個島這其實也很 當時我是覺得這個諧音很酷 島嶼的島有幾個點 一個是都是海洋 然後島上有七七地一樣 給到我們一個庇護所的感覺 所以我們人在生活當中 可能遇到很多挫折困難 但是我希望這個舞房它像個島嶼一樣 一個安全島一樣 你到那邊你就可以很開心做自己 第二個是來自台灣嘛 台灣也是台島 所以我覺得這個創業這個品牌 它多少也是帶有一點 對故鄉的一種情感在這 對然後我的另外的幾個朋友都是台灣人 都是南大台灣人 對 然後我開了舞房之後的第二個月 第三個月 我又在南京開了一個影視公司 謝謝大家看到影片的末尾 那我跟星達的這個 台灣青年呢 聊天大概聊了將近一個小時左右 我會分一些內容把它剪輯出來 因為一次要是把母帶丟上來的話 對大家來說 可能也許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負擔 分成幾個步驟 在大陸這邊生活怎麼樣子 工作怎麼樣子 未來的期許是怎麼樣子 未來的話好會還會再去江蘇的南京 然後有機會會再找星達 這個朋友然後好好的在拍其他的一些視頻 感謝大家收看 明天姐拜拜 後面要開嗎 後面要開嗎 你覺得呢 開 你比較專業 有背光 好 人會更好看 好好好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好 我開始先講 因為我的這個風格是比較freestyle OK 所以沒有很正式 我喜歡 然後我就是 podcast 就是想到什麼講什麼 就是雜談那種類型的 然後我感覺我們兩個人應該 可以上這個節目 應該會比較 應該會比較合拍 OK 那我開始講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